我们的特派报道团队跟随着游艺人王源发起的原公益专项基金团队走了一趟西藏 记录下了原基金第二期免费白内障手术的公益项目 西藏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每年平均日照时数为305小时左右 因为定理条件很特殊 它的日照啊 它的这个光线的强烈 会出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这种情况 其实基金会还没有宣布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做了200例了 当时基金会啥都没筹备好的 就是靠自己捐了点钱 然后就直接就去做了 靠着一颗扇心和满腔热血 2017年10月27号 17岁的王源携手陈立志 共同发起了原公益专项基金 第一个公益项目就是为西藏自治区的白内障患者 带去光明 当时我第一次做我也说实话我心里有点虚 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我说陈总我想多帮助一些人 然后做一点风险比较小的手术 然后他就说我们西藏有一些老人的白内障 然后他说这个是可能每一个人单力投入比较小 治愈率非常高 然后成效非常好的 我说那咱们第一个就做这个 那这就是第一个项目 这场光明的唤醒之旅 今年6月再度启航 这次筛查点放在了萨嘎 昂仁拉兹三个医疗设施落后 且白内障发病率较高的贫困线 筛查的第一天 周边的农牧民就放下顾虑 纷纷驱车骑马赶来看病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有些习惯 就是不愿意到远的地方去看病 特别是白内障手术以后 必须要有陪众人员一块去 这样的话就我们手术店直接到基层 不耽误他们的劳动 然而让靠着畜牧和务农业生活的藏民 尽可能的在治疗过程中 减少收入损失的时候 摆在医疗团队面前的又一难题出现了 高学是挺常见的 所以那个 而且那个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话 比较关心那个血压 对 血压高的话 对那个病人有危险 手术的成功率也比较低 确实的病人高血压比例多 还算多吧 就那么多 先给那个嘛降压药 从现在开始浮到那个4例 然后看一下 再那个血压重拆一下 降下来的话可以做 如果没降的话 还是要那个观察一下 而且有些血汤也比较好 反正是难度比较大 患病葬迷们无论自身经济条件如何 病症复杂程度如何 都渴望让这些眼科专家看一看 治一治 因为这些老百姓 他去城里也很难 这边我们也来一直不容易 病人家属都强烈要求 实在手术台上都感谢医生了 一台白内障手术 一般20分钟左右可以完成 为了尽可能多的帮助这些白内障患者 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们 从抵达的一天开始 就进入到了紧张的忙碌状态 两个手术台同时开工 医生们每天一坐就是12个小时 一千度的路程 装在眼睛里面 因为我们那个时间是已经定好了 那个路程 所以的话必须把那个时间段里 要完成 再延长的话 那后边的那些点要影响 所以的话我们必须要那个完成 中午我们有时候在台上吃一点 然后接着就做 然而每一年因为错过最佳治疗机会 或其他身体原因 无法进行手术的患者依旧存在着 18天的风雨间程 7416公里的行驶路程 1444人参与筛查 373人确诊 最终原基金这次进葬 一共让352人重获光明 心里有一股暖流吧 就是觉得啊 就这么多人都有希望恢复光明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项目 它是一个小手术 但它是一个很伟大的手术 其实公益这个事情 无分年龄 然后做公益的比如善款 或者捐助的物资 无分大小 我觉得是一个心意 我觉得心意到了 然后我觉得实际到了 就可以往下做 有困难也可以克服的 源于你 源于爱 在公益的路上 王源和他的原基金 会一路前行 拨洒温暖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 原基金公益系列 第二条 王源将为神经母细胞 帮助患者 带来生命的礼物 王源新天地 西藏采访报道